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可能就违法了 瑞士动物权力法案目前就明确地表示 为维护动物的尊严和福利 只养一条鲸鱼它属于孤单 禁地属于违法行为 同样受法规保护的还有豚鼠 骨皮鹦鹉等群居动物 也就是说无论你养的是小狗小猫 土拨鼠 还是雪雕或是蟑螂老鼠 妙蛙种子或皮卡丘 你都必须给它们找个伴侣 因为单独饲养一只等于把它置于孤单的处境 是一种变相的虐待动物 网友表示 感觉瑞士的动物都活得比我有尊严呢 能不能先立法保护保护我们这群单身旺呢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条微博 近日一名44岁的中国女游客 大闹洛杉矶国际机场免税店 因为与华人女店员发生争执 而掌握其两次被当场制服 随后机场警察局已公居罪名将其逮捕关押 而关于争执的具体原因会由法官判定 虽然不清楚原因 但是一言不合就担巴掌也太无理了 这件事件也导致当晚的一个航班 以及机上300多名旅客延误一个多小时 中国游客在海外发生的不文明行为 如被黑名单记录在册 恐怕会在中国海关 警局 银行方面留下不良记录 从而影响日后旅游出行 游客如对工作人员不满可以投诉 但没有理由直接打人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奉典微博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名想看到更多有趣的资讯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只要扫描红左边的奥迷码就可以了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ун没有